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欲望也逐渐削弱 但也有个别的男性仍然能保持青春期的欲望旺盛水平 如果存在非正常性的强烈欲望 则要进一步怀疑是欲望抗净问题 大部分欲望抗净患者在非新婚或非久别重逢阶段 都有超乎常人的欲望 这种强烈欲望不分昼夜也难以满足 欲望抗净部分男女不加以控制或治疗 往往会让另一半产生压力 也会进一步引发疾病 并影响之后的正常生活 好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和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集中一个时间 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